没有想过你妈拿着菜来去买 我不是去买菜吗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这个太可怕了 最佳的抽签时间 怪不得我同事很多中午都不在 对啊 你想说吃个饭怎么吃个两个小时啊 一家一家hotel去看 其实往往会发现说 中午的时候 真的假的啊 到房间的 欢迎来到 RELEE 大言不惨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 叫做 我 最佳的偷情时间 你永远都是我们两个 又是你们两个 对啊 那什么时候会有你 没有我 然后这个主题比较特别 那你们自己认为 最佳偷情时间 是什么时候 分早中晚吗还是 对啊 就时间点你觉得 早上 你选择早上为什么 上班前 为什么 不是早上七点吗 六点 还是五点去晨跑 爷爷晨跑的时候可以偷情 像如果你的对象是大学生 他一定还在睡觉啊 最好是偷得到 没有他可能刚打完麻将 还没睡是不是 早上吃早餐 对不对 吃完早餐跟情夫约一下 对 那我自己觉得 最佳的偷情时间 应该会是晚上 因为我觉得晚上 大家都下班了 大家学生也下课了 这个时间应该 满适合的吧 你是说很方便是不是 就是会比较好约啊 就因为大家都有空 对啊 可是万一老公说 我烧好一桌菜 你要去哪 没有我加班 我今天加班 他说没有 我问过你老板今天要加班 没有我今天出差 我出差 可是我今天打给公司 然后你的主管也说 你今天不用出差啊 哈哈哈 那我觉得最大问题是采华 觉得是晚上 是因为他的角度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好办事 我该怎么办 对不对 对啊 其实晚上就是大家放学嘛 或下课或下班 或者假日 对假日 对就是大家时间 比较好凑在一起 所以好偷情 对啊 你的论点是这样 对 太单纯了 太简单了吧 因为我没有偷过情啊 我也没有偷过情啊 不过我倒有个想法 你们知道菜篮族这个东西吗 就是妈妈们 买菜啊 妈妈们去买菜 妈妈去买菜嘛 对啊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有想过你妈拿着菜篮去买菜 还是去买菜吗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这个太可怕了 不是 你们现在手机拿出来 Google菜篮族 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 你像台湾现在社会 经济不景气 其实蛮多人是家里的支出师 很多的 那家庭主妇们为了在 就是买菜 或者其他的时间 要想办法增加收入要怎么办呢 那答案就是 真的假的 Google 喂喂 爸爸爸爸 你要盯一下妈妈 我妈妈中午好像会去卖 偷情 你家不是爸爸买菜的吗 我妈中午都会出去 怎么办 我觉得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妈也去偷情是吗 我妈在上班 我们家菜是我买的 重点就是呢 今天如果今天大家偷情或买春 这类的事情 很不想被摊在阳光下讲 很不想被发现的话 你从这个反向思考 是不是其实这个偷情时间 应该不能在晚上 因为很容易被查到 对 因为今天大家做这个事 是偷偷摸摸的 要么有损名誉 要么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 所以其实根本最大 会不会其实偷情的时间 应该要在中午之内 而且我发现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中午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你去吃饭 不会觉得你去做坏坏的事情 那个中午出去的同事们 你们关注他一下 怪不得我同事很多中午都不在 对啊 我想说吃个饭怎么吃个两个小时啊 怪不得常常在工作室 只有我你们两个都不见 屁咧 不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街坊调查 或者去一家一家hotel去看 这样的时候 真的假的 那至于大家是中午去干嘛 不是去过夜喔 是去休息 所以就是当大家在上班 或者上课 或者怎么样 那个中间休息时间 大家在忙着爬饭 去买星巴克的时候 到底有一些人去哪里了 这真的是个 嗯 很有趣的话题 真的各位女朋友们 你们要把笔记记下来 以后查清的时间不是晚上 我们要中午打给你男朋友 看他是不是真的在吃饭 要他开视讯 哈哈哈 会害到很多人吧 我觉得你这样讲 对 不代表本台立场 代表才华立场 这太可怕了吧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只是个猜测 因为我也拿不出证据啊 不过我只是发现这样的新闻 然后有这样的联想 我觉得其实 中午应该才是最佳的偷情事件 今天我要去偷 我一定是不要被发现最好嘛 对 谁会在中午查清啊 啊我在吃饭 不会啊 那我选的也不错啊 早上 不是你那个完全就不合乎逻辑 到底谁会 对你讲如果是刚打完麻将有可能 你早上可能只能找得到阿妈 去买菜的阿妈 对不过倒是讲到菜篮竹 如果真的都是这些 顶多到少女 父女的少女 好像好的货色的确会比较少 对 对 而且 好像我也有听说很多国中生 会去找这些菜篮竹 国中生 有查到的吗 不可能 也是相关的抱 国中生有欲望吗 你觉得没有吗 你难道不知道就是青少年发育 就是大概13岁12岁就开始发育 你知道这件事吗 国中生会有欲望吗 是不是大哥 是吧 问大哥最准 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他从他国小就有 可是为什么他要去 他跟菜篮竹 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要买阿嬷 我刚刚都说有少父 你不是阿嬷 你30岁的妈妈也是人 他就讲说国中生 可能就是 会去找这些菜篮竹 比较有经验的人 对 因为可以带弟弟 然后弟弟也可以吃姐姐 不是这样子办法耶 那会上到自己妈妈呀 他会上到同学的妈妈 真的假的 他可能因为小朋友们 不小心上到隔壁同学的妈妈 自己都不知道 你在破坏我的童年 你没有童年 你的童年就是 认识菜篮竹 我现在再回想一下 我国中的时候 有一个人总是喜欢 中午偷偷跑出去 该不会就是去找菜篮竹 我觉得相当有可 听我讲的这些 你们还觉得早上跟晚上 是最好的时间吗 好啦 中午真的比较起来 是比较不会有人去怀疑 或者是查钱 而且重点是 还是要中午的平日 不能假日 假日是留给家庭的 对不对 然后周末晚上 礼拜五晚上 Friday night 你出去绝对被发现 对不对 所以周末跟周五晚上 绝对是 所以你现在在教大家最佳的偷情时间 最佳 不是 这个叫做 知己知敌百战百神 他知道教你怎么着肩 太神啦 对啊 我觉得那个 坚信社会找你也太 但是那个普罗大众们 可能一些就是 喜欢做坏事的人 会来我们下面跑后 干嘛讲出我的秘密 好像真的是这样 你看我在想 中午去做这些坏坏的事情 这也是我听我朋友讲的 是肉体治疗师啦 是肉体治疗师啦 应该是 好像也是从 就是中午开始啊 啊 就是中午开始啊 大家当第一个啊 那第一个不是就比较 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肉体治疗师 从中午开始 两个小时 那到晚上十点 哇哦 大概第二十个 多少个啊 听起来好可怕 但是等我老司机都中午去 细思极恐啊 以后如果你们两位中午不在 我就要 你中午不在 我可能也 提着菜篮咯 一个去买 一个去买 我觉得你可能要小心一些 还有一个 就少话 不会少早上 人家说比较安全 对不对 天呐 我觉得你们这样讲起来 好可怕哦 没有这推理啊 好像是耶 仔细去想就发现 哇一切都通了 怪不得 但是再加上中午的时候 因为男朋友通常都会讲说 哦我在开会 或者是我在跟朋友吃饭 跟同事们吃饭 女朋友也不太会中午擦擎 因为那时候感觉狠嘛 因为中午擦擎很 满白目的 会觉得干什么 天呐 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真的最危险的时候 就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而且这个警察扫黄这件事情啊 就是的确中午没在扫 而且这样讲起来绝对不是 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午有些事情 一定啊 会不会他们中午也在买 因为他的长官中午正在买啊 你扫自己长官啊 对啊 原来如此 哎呀 所以真的 这支影片 每一个女朋友们都要看 男朋友也是 我的伴侣 每一次打给他中午都不在 因为他都在忙 哎呀 那你觉得他是在偷情还是干啥 两位学起来了是不是 学起来了 那你学起来了 我不学 以后你可以进入这一号 没关系 没有我们是要学这个去保护自己 对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频道立场 也不代表李杨凯华你一个的立场 不要在上面乱扣 如有巧合纯属虚构 不然就是摄影大事够 之后还想看我们聊什么样的主题 你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